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现在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那么随着一个今天的一个指数啊 在探10478点之后 那么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啊都在问啊 随着一个指数下差拉回已经达到修正达到500多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台股的一个行情会不会崩跌下去呢 我想很多人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疑惑啊 其实都是蛮正常的 不过为什么老师认为说 在这个地方已随时具备有一个反能上涨的一个利益 我想在过去啊 也就是在上个礼拜4月18号 老师在那样的上我就事先告诉过大家 当时候礼拜三我告诉大家 我说11000点的一个这样这个附近有亚 那或许当时候你看到礼拜四的一个这样 指数的一个这样反弹大涨上来 那么很多人啊可能啊也都怎么样 也都不会相信说指数怎么会下下来 好那么后来啊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指数再度的一个压下来 好再一次的一个这样 印证我们的一个看法啊 我们先知先觉的一个看法 好那我相信如果你是我们标股新天地9的这个粉丝好友们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好那么今天的一个指数再探了10478点的一个低点之后 好就算明天甚至下礼拜一短线上还会怎么样 还会上冲下行 但是老师要告诉大家的是 在这个地方随时都酝酿 有一波反弹上涨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哦 现在指数已经来到怎么样 已经来到的一个前波啊 大约是2月12号 缺口下缘大约10450点附近的一个支撑 那么已经来到这一个低点的一个这样缺口支撑区 的一个附近之下 那么多方啊也开始怎样 开始有怎样抵抗的一个动作 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融资余额 不断的一个下滑 但是下滑那外资当然是卖的 那么这些铜码流到什么地方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的一个政府基金包括的一个受刑资金 那么近期也加大的一个这样买盘的一个力道 那么显然啊 从散户的一个手上 流到一个特定人的一个手上 那筹码 未来就会逐步的一个这样逐步的一个安定 那么第三个就是啊 在昨天的一个夜盘啊 我们可以看到台数旗下 一下子爆出46万口的一个大量 那这一点我们从在过去啊 就是2月6号啊 当时候的一个农历新村封关之前 当时候指数来到10300点 那当时的一个台子渠当天夜盘 爆出了64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量 那爆出这样的一个大量之后 随后没有多久 在2月9号 指数探10189的一个低点之后 当天留下一个长长的一个这样下影线 哦那么农历新村卡满之后啊 果然一如我们的一个规划 然后年面的一个强弹大涨上来 来到11120点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大涨 逐数反弹大涨将近千点 那么这一次啊 我相信也不例外 因为你可以看到在 昨天的一个夜盘爆出了一个 46万的一个大量 也显见市场的一个恐慌的一个情绪 达到的一个这样达到的一个巅峰 那往往这市场的一个恐慌的一个情绪啊 漫延啊 恐慌的情绪达到巅峰的一个时候 那往往没有多久的一个时间 那整个的一个行情将渴望有一个这样 逆转向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期 那么虽然今天找盘开高 很多人可能会很纳闷 今天开高 但是我们的一个指数 今天开高并没有办法随同的一个美股跟南韩指数 今天有亮眼的一个表现 反而今天虎头蛇尾 其实蛮正常的 因为要运量反弹的一个时候 刚开始都一定会怎样 一定会上冲下行吗 因为市场上往往的一个信心 都会非常的一个脆弱嘛 上冲下行之后 如果明天跟礼拜一的一个整体的指数 他没有出现一根的一个场黑下杀 反而他能够止住跌势 不论是收平盘收红或收下跌 那你就可以看到 在下礼拜二三台股就有具备的一个这样 反弹 这样反攻的一个机会出现 那么既然台股 已随时具备的一个反弹上涨力气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在反弹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还是一定要怎样 要看清楚 到底哪些的一个股票 他是处于一个空方的弱势股 哪些的股票才是真正多方主流的领先股 我想这些你一定要一清二楚 一定要非常的一个清楚明白啊 要不然你怎么样来赚市场的钱啊 各位现在这个投资朋友啊 比如说像啊 平盖股的一个鸿海啊 那么你可以看到 鸿海这样股票从114.5元 那怎样下沙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 虽然3月13号一度反弹上来 来到96块半 那么我问大家 反弹上来这个位置点可以抢吗 很显然并不可以嘛 因为整个的一个架构 他告诉我们是什么 他主在一个空方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架构之上 然后包括什么 包括的一个苹果 他的一个这样第二季处于一个氮气 第一季第二季都是处于一个氮气 外资下调苹果针的一个这样出货预估的一个目标 所以为什么像鸿海啊 从96块半还未一路的一个这样下沙下来来到来到多少 哇最近来到80.4啊 那如果说你不信如果你买到这样的一个这样弱势的空方股你看一跌下来 哦你跌跌都不小了 我将近三成 包括的一个红唇也是一样嘛 哦那这些的一个平概股你可以看到吗 从96块3啊 杀下来的过程当中 急跌过后虽然会有反弹 但是反弹上来88块7 这个地方可以去抢吗 哦 maybe很多人看到反弹 然后会带你去做强反弹的动作 但是为什么我说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绝对不可随意做强劲的强反弹的动作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波杀下来哇 又一路跌下来啊跌到哪里 哦又一路啊跌到70头了 哦跌的都非常非常的一个深 这些我在那样的上我都事先提醒过大家 也事先告诉大家 你如果说有这些的一个空方的弱势股 包括凯胜凯胜KY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股价也是一样 从125.5哇你可以看到 哦反弹上来好多人带你去想结果怎么样 哇再腰转下来 甚至包括的一个台骏也是一样 从141.5的一个这样 在一个下沙拉回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看到跌升粉能上来 带你去做强劲的动作 结果怎么样从141 哇再腰转下来再跌到多少84.2 包括的一个美律扬升线的美律也是一样 从234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 哇很多人看到反弹上来去抢性的一个结果 结果怎样再刹下来 哇现在跌到多少122.5 甚至包括的一个TPK的一个成空也是一样啊 你可以看到每一波的一个反弹 只要抢性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些的一个空方的一个弱势股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股价后面总是会怎么样 持续的一个联名的一个下沙 那么包括GIS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夜成也是一样 我想这些的一个股票在过去这一段的一个时间以来 老师不断不断的一个提醒大家 你务必务必要怎么样 要赶紧避开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进去的 有听进去的话 我真的是恭喜你啦 至少有帮助到各位 那么包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3D感测的一个文貌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在4月9号的时候314块 在这位置区我们要带会员朋友 获利出托吧 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 甚至3月4月18号 的一个在418块的时候 老师还在那边的上 我不断的一个提醒大家 我说这些股票已经转弱了 你要小心你要小心 为什么转弱 当时我就跟他说过了 因为这样外资联名的一个 下调的一个iPhone的一个出货目标 包括iPhone X 可能会有一个停散的一个风波 那这些都会冲击的一个这样3D感测 相关概念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展望嘛 果不其然你可以看到 哇 华松会出来 财报不如预期 结果怎么样 黏眉的一个下杀下来 你可以看到 每天都是怎样 这样跳水式的下杀 从300多块一下子杀到多少 杀到200多块 甚至200块的一个观看 都怎么样 极其不保 包括的一个3D感测的一个全新也是一样 也是过去老师一再的提醒你啊 这些的一个股票 他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结构已经怎样 已经怎样 已经不对了嘛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你务必要赶快避开嘛 你可以看到 从140杀到剩下80几 包括同心电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反弹上来好多人去抢 去抢的一个结果 结果怎么样 最近的一个让 最近跳水下来 那我相信 只要你是我们标股新天地的9END 老师在9END上都事先提醒过大家 那么各位也应该都有避开 那你可以看到 同心电最近也都跌得很凶 但是反光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比如说丰电概念股的一个上回头 你可以看到嘛 那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从第一档布局买进90块嘛 大涨上来上礼拜创了多少 192元的一个波段新高 我们都已经大赚一倍了 我也告诉你我们在高档 我们已经逐步把获利给他开心 放进口袋里 甚至在今天早盘 我们把最后一笔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多单 今天盘中在10点左右 我们 把获利给他全数放进口袋里 老师事先告诉你啊 你可以看到 讯息为正讯息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就算未来要涨 他也要经过整理嘛 我之前跟他说过了嘛 这个阶段是怎样出生段嘛 但是出生段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 封建概念股 大涨一倍两倍的比比皆是嘛 那么未来如果说他要再涨 那么短线上是不是要先经过的一个 换手的一个洗盘的一个整理之后 那么随着一个明年 整体的一个离岸的一个封建 开始即将动工 那么相关的概念股 到时候才有机会再展开一波的一个 主身段的一个行情嘛 所以短线上的一个出生段 已经画下完美的一个据点 那既然画下完美的据点 该获利把他怎么样 开心放进口大理 我们就把怎么样 带着会员朋友 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大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超出 这就是我们带会员朋友的一个方式 不是大涨上来才叫你去追啊 叫你去抢嘛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专家 都是看到大涨上来的时候 才会在那边跟你怎样暴涨停啊 有意思吗 跌下来了 哇 不见了 又跟他没有怎么样 没有任何关系一样嘛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专家都是如此 但是为什么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老师说事先讲在前面 老师在那边的上位都事先告诉你啊 我说这样股票你不要再去追了 因为什么 因为短线他要再涨必须要怎么样 先做拉回 先做修正 那么今天很多的一个封电股 今天几乎啊很多的一个股票 下杀啊甚至杀到跌跌板 哦那么这个真的非常棒嘛 因为他如果急速修正了后 那么将来等到 他整理完毕换手洗盘过后 那我们就有怎么样 便宜货可以来做地坚吗 包括被动员件的一个这样 国具也是一样 那过去这一波以来你可以看到 当时有410带会员朋友买件 一波大涨上来 来到气势头 我也告诉你你爱怎么赚就怎么赚 都从400多块涨到700多块了 那这个时候再去怎么样再去追高 当然你的一个风险会很大嘛 但是来到700多块了 是不是代表说这一波的一个行情结束了没有 啊倒也不是哦因为你要知道 国具啊缺缺货的一个涨价的一个体裁 那么为什么最近啊 哎财报交出非常亮眼成绩单 单机啊赚12块多 那甚至市场预估啊 全年有机会挑赚40元以上 这是已经几乎成为市场上的一个共识啊 甚至我也是把目标调高到什么 全年渴望赚了超过5个股本以上 那当然最近啊市场也说啊春田啊 日本春田啊本来原本预估说有停产风波嘛 但是现在传出来是说哎 他们没有什么啊停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波 可能市场上的一个报道 跟实际的一个情况有点出炉 但是这不管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具有一个这样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嘛 他的一个营运掌握持续的一个看讨 那既然持续看讨他必将还是成为什么 多头的一个这样精神的一个指标 那多头精神指标并不代表说他不会跌 只是说他涨多之后他必然会做修正 但是在修正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会相对抗跌 修正过后他还怎么样 还会渴望怎么样 还渴望再拉上来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有基本面的一个 跟产业面加持的一个股票啊 当然近期股价来到的一个这样 来到的一个趋势走 短线上会有一个这样剧烈的波动 那剧烈波动的一个时候下档景线或者是月线 附近都渴望有增 在剧烈的一个波动的一个过程当中 短线在做震荡 所以如果说像操作这类的股票 就适宜做一个这样 高出低进 起涨起点反向来做一个因应 那这个是老师对于整体的被动元件的一个看法 但是未来他的一个长线的一个这样 架构都没有做改变 那么包括的一个这样升级股也是一样 我一再跟大家说过 我说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就是看升级股 为什么这一次的一个升级股跟以前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各位现在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 过去的一个耗顶 为什么会从700多块一路奔跌下来 因为你可以看到过去市场上 对于耗顶的一个乳癌心耀的一个这样 寄望过于太大 当时候耗顶来到700多块的一个时候 很多人这个时候反而才要去抢劲 来到的一个相对高档 那么这个时候解门如果一旦没有成功 当然随之而来的就会怎么样 换来的就是股价的一个产品 但是现在为什么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过去的乳癌心耀的一个耗顶 因为解门结果不如意其 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生技的一个新耀 他的一个群聚的一个效应已经成型了 而且包括的一个政策力挺 国发会的一个基金的一个加持 以及很多的一个生技的一个新耀 最近也怎么样 一档一档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利多体财不断的一个出炉啊 我相信证据会说话股价会说话 包括保龄富的一个这样身上病的一个新耀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最近的一个股价 能够飙涨的一个这么的一个熊悍 也都是我们领先市场从低档的时候 带会员朋友布局买进一波大涨上来 来到135短线震荡换手洗盘一下 我也告诉过大家 他整个的一个这样波段的一个这样 波段的一个涨势都还没有结束 那么包括的一个中育新耀 你也可以看到艾滋病的一个新耀 他也怎么样 也成功获得FDA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上市的一个许可 预计在4月底要开卖 开卖的一个同时第一个年度将渴望带来预估贡献 超过一个股本这样的一个贡献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中育啊 这一波股价能够从175一波大涨上来 来到今天再创310.5元的一个新高 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 美食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 他是从事利基型的一个学民药 那么最主要的 除了一个他的本业营运的一个财务面 开始怎样转家还有新产品的一个推出啊 包括大陆布局有成 那么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个旗下借毒药啊 就是借毒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新药啊 有机会取得TAD的一个这样上市的一个销售 那预估该科的一个新药 他整体的一个上市的一个潜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模 上干20亿美元 则新台币达到多少达到600亿 那你可以看到他股本才20几亿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档的一个股票 未来的一个其他的一个新药的进度 也渴望陆续取得的一个这样取证上市 所以为什么这波的股价他能够从40.5块 一波飙涨上来到今天再创新高来到95.5 当然背后都有他的一个原因 都有他的一个道理 那么包括的一个保健美容产品的一个左灯也是一样 9月营收大爆花 月增达到156% 年增达到74.5% 那你可以看到哦 他随着一个中国的一个直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策略家们 已在去年来底定了 那么今年的一个规模 将开始怎么样来除了课程之外 高单价的一个这些的一个这样美容的一个这样保健的一个课程 还有他的一个单店门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益的一个提升 多元产品的一个推出 那么也预估他在中国的一个这样 中国的一个店面的一个方面 今年可以力拼年增两道省成 那么台湾的市场还是可以维持的一个双位数的一个这样双位数的一个成长 所以整体的一个云运看家 获利的一个成长弧度不亚于怎么样 不亚于营收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弧度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的股价能够从48块2毛钱 一波大涨上来今天再创107元的新高 一波大涨又是这样倍数的一个这样倍数的一个弧度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帮会员朋友 我们在挑一档股票之前 我们一定先怎么样 选择最具有竞争力气的产业 所以你会发现老师很少跟你讲什么技术面 跟你讲什么量价 技术面量价并不是我不懂 我可以告诉大家 技术面量价我比谁都还懂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纯看技术面 纯看均线也好 纯看什么技术指标也好 或者是量价也好 如果说这样就能够赚大钱的话 随便在书店里去买一本书 你走出街上满街的人 每个人都好人 为什么赚钱总是少数人 当然是有他的原因 你要知道一档股票 今天之所以他会怎么样 会标涨上来 一定是在他的一个产业面 在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营运体质上 具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 具有一个爆发成长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力气 而这样的一个力气 这样的一个体材 要能够获得市场上法人的一个共识 不是说获得你啊 或者或者市场的一个散户的共识 要获得市场 最为有力量的一个这样法人的一个共识 因为获得了一个法人的一个共识之后 那么这样的一个股价 在座驾拉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自然能够怎么样 他的一个涨身的一个速率 飙涨的一个幅度 自然他的一个走势就会很漂亮 那么接着他的一个现行 也会完全配合着一个这样 股价的一个架构来走 所以我才说 现在你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怎么样选到出一档 具有怎么样竞争力的一个产业 然后 然后 在最佳的一个时机来出走 顺着趋势顺势而为 自然而然就能够怎么样 获得不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利润 这也是我们带会员朋友的一个方式啊 所以为什么在过去这一路以来 不论是在国具啊 不论是在封店的一个上尾头啊 不论是在生计的一个保龄傅啊 益安啊 甚至益德益德58块半 当天亮灯厂临房位告诉你 我们开始帮会员朋友吧 把获利给他放进口袋里 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 创造市场上傲人的一个价值 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么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下沙拉回 那修正的一个幅度也达到500多点了 那么下沙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很重要就是 哪些股票是属于空方落势股 哪些股票才是真正的主流零件股 我想这一点你一定要分清楚 你一定要一清二楚 那么怎么样来做分辨 所以明天我们在台北 我们会加开一场讲座 那在这场的一个讲座来 老师来告诉你 告诉你现阶段的一个法人 看好的这些的一个这样 口袋名单的一个标股 这些的一个这样法人 认为具有一个竞争利基的一个 这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 那这些的一个股票到底是哪些 而哪些的一个这样 产业是属于空方的一个落势股 那么到底有哪些我想 这些老师都会在明天的一个讲座上 跟大家一起 来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这样 非常完整的一个探讨 那么如果说你想抓住机会的一个好友们 那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23219933 23219933 跟我们线上旅专人员 来做一个报名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你手上有任何持股上的一个问题 你也不必客气 你直接把你的一个持股 带到会展上来 老师一档一档 来帮你解答你心中所有的一个疑惑 就是天天开心转大姐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特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